每年在母亲节的前夕 办理水里乡妇联资会的会员大会 每个会员们参加都非常踊跃 议员陈淑会以及萧志全 以立临现场 给予加油打气 小伙议员在这里 来邀请和欢迎 我们在里面的所有福利 可以多多来加一个福利会 我们福利会所基本的 很多活动都都是 要成长我们自己 包括一些研习班 或者是成长班 电脑编织这都总是有的 所以今天就到这段会员大会 再一次邀请 我们所有的好朋友 可以来加一个福利会 让我们这个福利会 人员可以成长 这样的时候 在参加这里 也可以得到很多余议 让他们来博多对方的 这个油店来成长自己 由于水里乡的老人越来越多 因此这场会议 干部是鼓励大家 要多走出户外 除了与其他人交流 联络感情 这对身心保健 是很大的帮助 今天是我们办106年度 庆祝母亲节 我们邀请一些小朋友 就在吹陶笛 还有一些我们新住民的姐妹们 请他们来表演 让他们融入我们台湾这个社会 而且他们表演得非常高兴 很多会员 今天我们一年会办一次的会员大会 就大家来庆祝一下 希望大家能够在这边很快乐 因为水里乡妇女会已经好几十年的 所以我们一直把它推行得很好 水里乡妇女会成员 都来自香奈十九村的妇女 在干部长期经营之下 成员间的互动是非常的活络 议员萧志全肯定水里乡妇联会的用心 也期盼各位妈妈们 在各方面的学习领域 有优异的成绩 在我们盘理市场的精心安排下 在母亲节的前夕 来在工作的礼堂 伴侣妇女舞动的成长营 邀请相当多的 我们地方自己妇女成立的社团 来从事表演 期待说 各位妈妈们 在各个学习领域 都能够学到一个 非常优异的成绩 在母亲节的前夕 借这个机会 来祝福我们全天下的母亲 大家母亲节快乐 水里乡妇女会 长期对地方妇女的照顾 而办理此活动 让水里乡的姐妹们 连与增进感情 议员们也到场祝贺大家 母亲节快乐 明日新闻专门线 水里差不多